米香傳統就是 婚慶再用 跟你們剛才所看到的 你講的那個大泡風跟那個米湯 不太一樣 因為那樣的米香是做臨時的 婚慶的米香不能拿那個米湯 來做米香 這個米香在製作上 所以完全不一樣 一般是米比較不容易看不到的部分 因為一般我們的米香 你看到生米下去煲 那這一塊你看不到是因為 這一塊過去不是在 高品店內部的工程座 所以你看不到 它是用熟米 對 煮熟 等於是我們飯 不是糯米就是一般的 米汁的飯 其實不一定是糯米 紅米香也不是糯米 是我們一般的煮熟 然後曬太陽 不是曬太陽就是煮熟的飯 然後曬太陽變成米乾 那米乾的話就是 在乎你 如果他給我們手有些人會用炒沙 那那個 一塊炒米湯 那有的是用炒 好 那有人就是像我們用 去油去補油房去讓它紅化 所以這兩次 就跟一般的粉米湯不太一樣 所以你講的一塊炒米湯 一塊炒米湯 就是我們這種炒米湯 對 用炒出來的 那好 那我們後來是用 是用 不是 是用油 浮油房高溫讓它紅化 跟炒芽 因為它這樣比較火炒 因為這是製作的改良 可以比較香 好 那我們這樣弄好之後一樣 那麵湯還是很差 麵湯它跟唐敗爐都比較差 然後就是要做成這樣的麵湯 那這塊麵湯為什麼 那婚慶要用這種麵湯 就是它是有一些米蘇意來的 就存在 而且你的米湯的話 你如果用紅一湯 是不會讓它來做上的 因為它是當米洗 那用台語講就是比較有專業 因為我知道的 以前的人為了幫他想給我平時 那剩下來的飯 就把它是帶起來 然後之後就 平時 我知道 我知道 這也是一樣 這也是一樣 那可是 那一個是 那是比較像 葡萄的 那我這個就不要 因為你炒了飯 你自己啊 你把你的飯拿出來 它也 對 它也沒辦法做成這樣 因為它還要經過 在乎你 在台下上課 所以我都不知道 可以吃剩下來的飯 再去 那是變過吧 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做這種麵湯的話 你會看到 為什麼 我們第一個 為什麼 製作方式不一樣 也為什麼做圓形 為什麼一片個圓形 就是 溫慶嘛 就是圓滿 所以傳統就是做這樣一片 大片 對 對 那我們現在把它做成小片 好 那大家更方便吃 好 更符合現在 年輕人的 好 那這傳統是歷史類的 因為其實當西式的西式出現的時候 我們中式的 糕餅 那是麥克麵的好餅 以前我們說的 辣椒餅 對 現在辣椒餅 都沒有 才有 才有一些西式的餅乾出來 那這些餅乾出來 對 新的一代 它事實上 它是說 應該是說它是餅乾 就是好吃 可是 你說硬要說它有什麼理事 其實不好講 那 那也沒辦法 因為 大家年輕人都喜歡這樣 我們不會再用 好 我想讓大家外面包裝很漂亮 所以我只能這樣看 那 到我們現在 我們在做 做影像是我們就很自然的使命 我們希望影像 再回到你們 的生活裡面 再回到屬於台灣人的一個生活裡面 分氣不明 可是總不能用喊口號 人家就會接受到 所以我們就在思考 說我只能讓這樣的東西 讓現在年輕人再接受 比如說未來你們要結婚的時候 你們會內衣 會去介紹這樣的東西 嗯 所以我們 再思考第一個 把大片米 那片小片米 大家吃起來 比較雙口 大家可以喜歡吃 甚至我們研發出 一棟米下來 它吃起來更脆更好吃 下面有一個吸引子 那你又可以當 serious 可以當迷子 這樣 大家都喜歡 那第二個 我們要去設計一個 新娘喜歡的包裝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新娘喜歡說 我的包裝 我的東西 連續 對 然後可能大家都搞不定 我到底送了什麼 所以我們就常常在思考說 你們要怎樣 那新娘 會覺得說 我喜歡 對 或者是說 人家會覺得說你這特別找你 然後就是說 可能在利用特價的時候 去買來可以送人家 比較平衡 對對對 原來就是 一年之後 你的同事還記得你 送你的行李 然後那邊有開心 所以我們就是 那種這樣的米香的東西 第一個 它又有 歷史文化 那種文化意義 長輩又不會反對 對不對 那第二個 我們讓這樣包裝 還吸引年輕人 他願意說 我願意用這樣 再回來當新娘 好 那第三個 當然要重點要好吃才行 如果不好吃 它肯定 再漂亮沒有用 所以我們在 無論在 產品本身 它在文化上的一行 製作方式 我們都希望保留傳統 而剩養 序無神經 要跟副校現代 醫院 來吧 第一次